小朋友坐在毕卡索的画前拿着iPad专心速写揣摩作品 一名艺术家日前带着小孩到高雄市里美术馆参观与泰德美术馆合作的瞬间特展 只是才没多久,小朋友却遭到驱赶 妈妈时候在社群网站贴文说当时工作人员来说明这里不能临摩作品 一再强调只能拍照,不能临摩 小朋友也吓到眼泪快喷出来,亏疚的说想回家了 家长抗议官网没有禁止,但售票人员指了门口一张告示 说一切以现场规定 我没有事先规定的话,然后事发突然当下立刻驱赶 我觉得对小孩子其实他可能当下也会蛮害怕的 然后父母也会蛮不知所措 我觉得临摩只要不影响到别人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 实际来到高美馆的特展展场开放民众用手机拍照 不少人也拍下自己观展的瞬间 只是能拍照却禁止临摹,在网路上引起哗然 认为国外的美术馆都可以 为什么偏偏高美馆就不行 但高美馆也解释,其实是临摩与速写的定义混淆 因为展场人多,临摩与速写的定义混淆 恐怕影响观展人潮 但高美馆欢迎大家来速写 也从山如流,正面表列,写进规定 在我们的相关的入场规则 已经有正面的表列,也欢迎各位可以 攜带A3以下的素描本以及绘图版 工作人员赶紧更换展场门口告示 标明可以速写 就盼让民众用更多元的方式感受作品魅力 明示新闻苏三位吕燕杰,高雄报道